為了強化建築救護困難能力 國防醫學院的建築建築 以及在南蘇國救護困難大樓 將去掛用 總統創營文技術的時候 技術 系統大樓有配VR和AI的技術 無以建築救護困難 希望國軍保養更多救護人材 一 請啟動 平衛兩年中逼比較高級的五勝 再來第一組建築建築 和在南蘇國救護困難大樓正式開營 總統創營文 國防部長 庫國情都到重建築 這棟大樓具有多功能的救護訓練環境 包括利用虛擬實境 獲針實境等技術 來營造戰場救護的擬真訓練 對於戰術 戰傷以及緊急救護 持續的強化訓練跟技術 讓我們的國軍可以獲得更周全的保護 這棟大樓學校有國防醫學院的 衛軍訓練中心 說的導致AI技術 結合 政治健康監禁 中台在南蘇國監禁 跟危害環境 以及物資救護 中五大模擬訓練系統 以後包括使用哈馬行救護車 欧英地生機 跟AAV設兩車獨特車 等救護運輸財庫 佔用國軍的救護連載 上台第四代就是國度年輕的訓練 增加親臨現牛的感覺 正確是某年在在建政上 是時相反經濟救護 以及後送 然後在土著流災海進行海 建立救助 希望救助提升國軍 為困看病的救護機靈 團體合照 也有控告阿北的心理措施 因為這邊的五個戰爭 看到強化健康訓練 能幫助大好多提升進化論 國防報說 未來也要跟林立社區合照 政府 軍民救護體系 才先推電 全民國防的目標 記者綜合部讀